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懒人蒸馒头的方法 比较圆形的馒头还要简单省事省时间 按照这个方法你也能蒸出细腻饱满 蓬松渲软的大馒头 首先碗中放入270克的温水 放入5克酵母粉 用筷子搅匀 倒入500克面粉中 用筷子搅成面絮 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一定要揉光滑 这样的话蒸出来的馒头才会细腻光滑 面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用刀给它切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看到这里 别忘了包拿儿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呀 万分的感谢我的贵人 馒头的生坯就做好了 放在温水锅中 盖上锅盖 饧发半个小时 水开上气 蒸15分钟 焖3分钟 蓬松渲软的 刀切馒头就做好了 如果你做馒头经常失败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这个方法 喜欢的朋友就关注我吧 每天分享家常美食 咱们 都知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